好了看到這名駕駛 他一次不小心壓到三角錐 撞上了路邊的箱形車 結果車輛就打滑失控 在空中轉了大半圈 白色休旅車撞到停在路邊的箱形車 接著整台車戲劇化彈了起來 轉了大半圈後 直接翻車車頂朝下 四輪朝天倒在路中間 清晨五點多突然發出巨響 車主跑出來看超級傻眼 事發地點就在臺中南區的南河一街 肇事的周星駕駛只有十八歲 沒有酒駕 就住在附近 二十七號清晨五點多 他正要回家 準備轉進大樓停車場 結果不小心壓到三角錐 碰到鄰居的車 就打滑翻車 好在人沒有大礙 吊車出動 把翻車的休旅車給回正脫掉 據瞭解這臺價值三百多萬元的 進口休旅車是周星駕駛家人買的 佔這一番擋風玻璃垂碎 安全氣囊也爆開 加上被撞的車子維修賠償 恐怕要一大筆費用 鏡頭轉到南投灰色休旅車 撞上路口耗置感車頭迷迷冒冒 冒 引擎蓋都掀開面目全非 而旁邊停著一臺消防車 對象執行的蔡信駕駛人 因為閃避消防車不急 自撞路旁耗置感受傷 雙方九側職均為零 二十六號傍晚五點多 消防隊接獲火警任務前往支援 行進民間鄉 民松路一段和張南路口時 休旅車閃避不急 自撞路邊十噸級耗置感 強大的撞擊力道 駕駛牙齒都壯斷了 臉部也擦傷 而詳細的事故原因 還需警方釐清 記者高一律 魏少羽林鴻基 台中南投 總和報導